看了一年多 他的時鐘秀 順時鐘的這樣的一個 每天的直播 他是怎麼起來的 他就是靠這些拱起來的 他是怎麼走下神壇的 從他講這一話 然後大家的反彈 就這樣走下神壇 這樣子對我們的防疫工作 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所以佑正你剛剛前面講 日本那個疫苗 如果有人會被騙 那我就沒辦法了 我也是醉了 這真的沒有辦法 怎麼說被騙 日本的那個疫苗是日本不要打的 日本的輝瑞跟莫德納都夠了 他們也才1億多 他們有2億多劑的輝瑞加莫德納 他要留AZ幹嘛 香港也不要AZ 美國也不要AZ 歐盟的有些國家他也不要AZ 然後就變成我們 就我們去接受 日本不要的AZ給我們 其實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特別是在郭台銘的這個 郭台銘他準備要去買 這個BNT的部分 結果卡住了 什麼原廠授權卡住了 BNT沒有辦法立刻來 我們看到民進黨 他們最近在修理侯友宜說 新北的疫苗打得很慢 又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這個第一線的朋友他們打了 因為莫德納還沒開始打 你現在一線打的 通通都是AZ 台灣只有AZ 對 你現在打的都是AZ 莫德納還沒開始打 可是我們可能會拿到莫德納 這個我也希望郭董的 這500萬能夠拿到 可是我們醫護人員已經打完了 第一線醫護人員可能打完了 他們沒有打到最好的疫苗 然後他們打到的是AZ 這是誰的問題 這是蔡總統的問題 這是陳時中的問題 我覺得年輕人 因為又這樣 當然我也曾經年輕過 但我要想到說這個 真好你年輕的總統 還是你年輕的出事的時候 不會叫你道歉 完了就好 我都一直在道歉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陳以信 他們之前不是跟美國代表團見面 那就算說 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 我太認同了 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 台灣的中年人也沒有國際觀 有什麼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 年輕人鬆懈導致這疫情 也沒那麼嚴重 他是25% 十幾%到25% 陳部長沒有要去罵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 我剛剛講 他需要一個情緒的出口 他把矛頭就對準陳時中 你叫我們網路的這些哭手 我相信陳時中已經很不習慣 因為又是從過去一年多以來 陳時中是被捧在手心裡了 是我們寵壞了他 是我們寵壞了蔡英文 他就說我做總統沒辦法 我也沒政績 我就靠奧博 我就把韓國瑜幹掉了 韓國瑜輸了 國民黨垮了 我就連任了 你今天遇到疫情之前 他在幹嘛 開放萊豬跟你吃 反正我贏 疫情來得怎麼辦 剛好去年的運氣也不錯 比如講去年的病毒還沒有變種 去年的疫情守住了 我們第一名 我們防疫模範生 當今年病毒變種了 運氣不好的 運氣用完了 就死很多人了 不是這樣子嗎 我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之前看了這個 普悠瑪號 泰魯格號 蔡總統是站在墓碑上講說 我要改革台鐵 董卿今天本土確診死亡 累積到166人 166 這才幾個人 這個也有校正回歸 這49 這49 18 67 今天是166 所以陳時中 在英文的上面的在上面 兩倍的高度 這麼多的人命 我只想問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這些人是該死的嗎 101 5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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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